打造一個自己的品牌 不僅給自己帶來經濟消夜 還要給一大批就是弱勢群體 帶來一點福音 就是我最大的信念 而且把中國界 真正的中國界 暫時給私人看 這些色彩繽紛的中國傑 都是方紅黎親手編織 對比起一雙巧手 方紅黎的雙腳有殘質 其實我這個人一生走過來 很坎坷 其實命運對我不是很公平的 小時候兩個月就得了小麻痺症 到了28歲那年 好好端端的走在馬路上 給公交公司車子壓扒 把我壓得就是差點沒了 強救足強救了三天 疾病的打擊 似乎要不斷考驗方紅黎 到35歲那年 在家裡又查出癌症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灰色 這個世界好像對我很不公平 我28歲那年就有親身過小 就是那年把我的腿 其實你們不知道 我的右腿是小麻痺症 很厲害 我的左腿是好的 他就壓在我左腿上 就是把我唯一支撐我生命的力量 壓完以後 我那時候放棄治療 令方紅黎走出谷底的力量 來自家人 是給我姐姐打了一個好光針 他們說你想過沒有 你父母能生存嗎 多過能否再想一想 這也是真的 放紅黎 放紅黎雖然行動不變 但憑著她靈敏的雙手 做出一件又一件精美的工藝品 母持這一件心圓心感 她就希望透過作品 把愛心傳播出去 令她的故事感動身邊的每一個人 我覺得我碰到過這麼多的困難 我好像有點忘了傷疤忘了痛 都忘了有的 有時候就很 我覺得我很幸福 其實不要光看自己的痛苦 有的人比你更痛苦 但現在我還可以過得下 過得滿自主的